哈喽小伙伴们欢迎回到VikoVlog视频频道 那么之前有小伙伴问Viko说 你的影片里边有几个那样子文字跟踪的特效是怎么制作的 那么我也是现学现卖 既然有小伙伴问 那我也就是告诉一下大家 类似这样子的文字跟踪的特效 大概是怎么样做的 大家现在应该能看见我的手边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文字跟踪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制作的 我们开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Viko这里边有一段素材 是在软件园排的一个红页素材非常好看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是 在红封红页这样子的从左往右位移的时候 这边空白区域我想显示一首诗 然后这首诗就会跟着这个红页从左往右这样子的移动过来 这样子的移动过来 显示在空白的区域上 那么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是要将这样子的一个片段 新建为Fusion片段 OK 当我们创建为Fusion片段以后 我们打开Fusion选项卡 现在我们看到Fusion选项卡里边 现在有两个节点 这是我们默认的这样子的一个节点 我把它往下一点 这样的话大家能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OK我们现在需要去创建一个跟踪 Viko在这里面用的是一个平面跟踪的一个节点 我们有两个办法创建跟踪节点 首先在空白的地方点击Ctrl加空格 然后去输入一个Planner Tracker Planner Tracker 然后点击添加 它又添加进来了 然后我们按住Shift键 然后把它拖椅拖到这个节点当中 它就进来了 这样子 或者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先选中Mading in One 这样子的一个节点 然后保持这个红框 要有这个红框 然后再去创建这个Planner Tracker 这样子的一个节点 它又会直接这样子挂进来 创建完以后我们先选择这个Planner Tracker 然后我们看右边 我们需要把Motion Type改成Translation 目的是很简单 因为它只是一个位移操作 它不需要去跟踪景深 或者是旋转 或者是缩放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们只需要去跟踪位移就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要从哪一帧开始去跟踪 大概就是在60帧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因为之前的话 我们的文字都是在视窗外头的 所以不需要去跟踪 我们大概拖到60帧 这样子的话 让它有一个从视窗外到视窗内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选择到60帧以后 在右边去选择Set 将它改为60帧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去在屏幕上去勾选一下我需要去跟踪的位置 比方说我需要大概就跟踪这个区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去点击一下Track to End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跟踪点这样子一帧一帧正在计算 然后等它的所有的关键针这样子都打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就是它的跟踪的点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个跟踪点去赋予一个文本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去创建一个文本 我们一样的去按一下Ctrl加空格 然后输入一个Text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Text plus这样子的一个文本添加进来 当然你这样子空白处添加的是直接添加一个Text文本 如果你是在Mading in One这样子勾选的状态下去按Ctrl加空格去添加Text的话 它会直接去把Merge给你一下添加好 所以这是两个稍微有一些区别一样的 那么我们如果是没有去创建Merge这样子的一个节点的话 我们可以在Ctrl加空格 然后单独去搜一下Merge 有Merge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去把这个Text 和这个我们原本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还有Tracker要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Merge 然后一样的按下Shift键 然后将它拖进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Text的out 然后连到它Merge上就行了 就保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连接状态 然后我们点一下数字键1 OK这边就可以显示我们要输入的内容了 然后我们去找一段诗句 然后把它复制过来 那么就是这一段诗句 我们回车 回车 继续回车 回车 好吧 现在看不太清楚它是什么诗句 因为这是乱码 我们去找一个字体 OK 为何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字体 然后把它拖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了 然后因为它是背景是白的 它又是白字 所以看不太清楚 我们把它暂时改成一个黑字 因为这里面不追求美感 因为这是一个教学视频 对吧 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诗句 跟着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枫叶 这样子的就是 这样位移 但是它现在没有位移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挂载它的Tracker 怎么挂载 我们现在先选中Planet Tracker这个节点 选中 红圈 选中 然后点击右边的Create Planner Transform 这样子的一个按钮 然后我们点击它 在这边在节点的左上角 会蹦出来一个Planner Transform 这样子的一个节点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应用在Text1到Merge1 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中键 所以我们按住Shift键 然后把它应用在中键就可以了 OK 它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连接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跟踪效果 Oh yes 它就这样子跟踪上了 对吗 但是我们 其实还可以做到更好一些 就是比方说 我们在60帧之前 我们会发现 它并没有跟踪 对吗 因为我们是需要在60帧之后才跟踪的 所以我们在60帧之前 需要把它先隐藏掉 因为要不然就不好看 对吗 这个时候我们先选择到60帧 然后我们选择Text1 然后在Shielding这样子的一个悬线卡中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将它的透明度 然后打一个关键帧 把它改成0 这样的话它就消失了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比方说在75帧的时候 就是往后15帧 然后我们再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把它恢复回来 我们点一下底下的白点点 OK 它就恢复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拖拉的看一下效果 OK 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渐变的效果了 从透明到不透明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吧 看上去还是比较完美的 但是有些效果慢慢说 我不光要透明的效果 我还想需要一些缩放的效果 OK 那么这也是可以的 那位口碑的 也是比较明显一点 从大概65到7帧 就65帧 来做一个缩放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保持text1的 这样子的一个选中状态 然后我们点T 右上角这个T 然后在size这个地方 我们打一个关键帧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都是可以打关键帧的 意思就是它都是可以做动画的 所以我们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将它改成0 它就缩回去了 对吗 然后在第80帧的时候 我们把它再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把它放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 由小变大 由透明到不透明的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对吧 然后它就开始跟随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 有个问题 就是它的放大缩小 有点生硬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点击右上角的样条线 这个东西 如果你们做过前端开发 或者去做过 比如说Photoshop 或者是靠照一些美工的 这样子的活的话 这样子的工作的话 那你们一定会知道一个单 不是一个单词 你们会知道一个词 叫BaseL曲线 对吗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BaseL曲线 我们勾住Size 这样子的一个属性 OK 这样子的一个曲线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我们选择一下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 其实就是让我们缩放到一个 它自动缩放到一个满屏状态 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点一下 OK 它就是这样子 从小到大 这就是我们Size的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我们点击一下底下这个节点 让它由快变慢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需要把它往上拖 然后这个节点 把它拖成横的 对 这样子 它曲线表示的是由快到慢 先快 然后再慢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 OK 它就是 就这样子出来了 对 这样子感觉会很柔和 对吗 柔和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在缩放的时候 因为这里面只显示一半 所以Vico觉得 这个关键帧应该向后移一点 因为我要做教学视频 对吧 所以这样子的话 大家看得清楚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关键帧 OK 我们看到这全是关键帧 我们需要点击text里边的size 我们按一下control加鼠标的滚轮 让它放大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比较好操作 上面这个就是透明度的 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看到了吗 然后底下这个是size 是我们刚调过的大小的曲线 所以我们可以全部框选 然后我们把它向后移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对吗 空白处出来一半了 然后再出来文字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个更尽善尽美的 就是你看他们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生硬 这个生硬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没有这样子的运动模糊的感觉 因为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都知道 运动模糊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它会看起来更顺畅一些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text1 保持红框框 然后我们在最后一项 settings里面去勾选 运动模糊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当我们勾选的时候 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逐针逐针的看一下 OK小伙伴们看到了吗 它有这样子动态模糊的这样子的效果 我们把它勾掉的话 看到了区别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去播放它的话 虽然它只有几帧十几帧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它整体的效果会比没有运动模糊的要好很多 对吗 OK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在Fusion里面的操作大体上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我们回到剪辑选项卡 这里边标红了 让我们等它渲染一下 OK然后我们从头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好吧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渐变运动模糊 再加缩放 然后再加跟随 对吧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OK小伙伴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到一点 如果这支视频对你们还是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评论分享这样子的一支视频 如果你们也喜欢Weco的频道的话 不要忘了关注和订阅一下Weco的频道 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 Weco后面还会再出一些类似的这样子的教学视频 毕竟Weco也不是专业的 学多少就告诉大家多少吧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